玉里镇新仓一街 目前街道没有排水沟的设置 每次遇到大雨无法宣洩 造成路面淹水 并且因为这个路段 有大楼新建工程 常有重车行驶路面 凹凸不平 坑洞积水 是严重的影响居民的生活 和行车的安全 立法委员傅昆旗服务处 15号上午 特别邀请了相关人员 到现场来会看 希望能够解决民众的困扰 玉里镇新仓一街 目前街道没有排水沟设置 没到大雨无法宣洩造成路面淹水 并且因为这个路段 有大楼新建工程 常常有重车行驶路面凹凸不平 坑洞积水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以及行车安全 因为早期这边排水沟都没有做 然后只要到了下雨天 或是台风的时候 就是造成这边会淹水 然后会积水 所以路人跟行车都 就是很危险 然后再加上因为志强五街开通之后 如果今天排水都再不做的话 那可能随会往五街社区往下流 会造成那边居民的困扰 所以我们极力再争取说 尽快把这排水都做起来 因为早期这边住户比较少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现在未来饭店也即将盖好 然后加上五街开通之后 这个真的我觉得必须要极力把海水沟做起来 服务处主任徐永成 希望花林圈政府建设处土木科 能够重视民众的安全 经过各相关机关单位专业判断以及共同研商 花林圈政府建设处土木科回应 先争取经备概约120万 全床125公尺 优先设置靠近住家的单边排水沟 玉里政公所表示 应该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优先 会持续追踪进度 希望设置排水沟之后 能够解决问题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